我是Fashion Boy 我不会飞 可是我很会先飞 今天天气晴朗 气温28度 天空云多远不多 但是世界上的飞茶还是一样多吧 所以我决定带你们去解牌 传授你们解牌的秘诀 教你白天拍到黑夜 带你进入潮人的视野吧 这一集我们会比较focus在构图 前几集我教你那么多构图 全部去复集一下 今天我还会另外传授你们多 两招吧 至于今天 我就不会再用它加头丑的iPhone 因为它没有办法可以拍出好看的夜景图 所以我决定用 全新的Obo Reno 10X Zoom 十倍变焦般 6.6寸的AMOLED屏幕 全面屏幕设计 屏占比93.18% 超级视觉享受 一体无瑕的机身 一流的手感 重点是超新夜景2.0 夜拍更清晰 到底是行家还是仙家 我们一起去断定 首先 我在家里面拍一些很飞仙的照片 那好像Korea Fashion Week的照片 这种照片讲的是monotone 所以我永远都觉得商场是个很好装逼的地点 因为它有很多高冷的元素 比如说高楼 玻璃 马路 最好就有一条柱头 千万就不小看这个柱头 普通人就只会靠着它 我们超人也是一样会靠着它 只是我们的构图不一样 这就是今天我在家里面的第一招 传说中的 潮牌一线天 那所谓的潮牌一线天的构图呢 就是巧妙地运用你的前景和后景 或者是你的环境 让天空呈现一条线 然后呢 就把你那里死人头卡在里面吧 随便咔嚓咔嚓咔嚓 废呦 只要你的角度拿得对 不但没有双下巴 你的jaw line 立体到你怕 那你懂得叫什么没有 这个男人飞 潮人节拍来是不会像身边任何一样东西的 越看似不起眼的东西 越能发挥潮牌的精髓 比如说这个拿来block飞材的栏杆 一般人是不会想要跟它拍的 都那么窄 拍什么鬼哦 哼 只要你打开Reno的广角模式 一切就不同了的 随便咔嚓咔嚓咔嚓 废呦 不管什么angle 都能拍得像Victoria Secret的Angel 又或者你可以去那个烟多人不多的巴马人行道 来个浪子不是回头吵 你这必吃不懂我的好的post 你一定会心想 这么一条短过你事业线的巴马人行道 又危险又难拍 拍什么 不怕 广角模式开开 样子拽拽再用力把头甩 咔嚓咔嚓咔嚓 吹呦 随便拍的腿长180 随便拍都像我爸 需要以上几招 你还可以把它combine起来用的 在KLCC外面就有个户外公园 这边有非常多的石灯让你去黑 你只要把你的屁股坐上去 拍着人 蹲下去 你对着镜头挤眉弄眼 他就睁大眼睛对准一点 用上潮牌一线天的构图 对准那里死人头 但是记得 要打开White Angle 随便卡卡卡卡卡卡卡 吹呦 这个时候我只想唱 啊好牛哦 我随便拍都可以pull Suan Su Say Hi 拍完了早上 现在我们就要拍晚上 那这一集呢 真的是Duty Duty Malaysia 我带你到处去 装臂装臂一下下 街拍要美 就要找这种人多车多灯多的地方 它会让你整个构图很rich 很有故事这样的 在这种很rush又很多灯光的背景 你不能平平拍会很flat 所以现在我要传送你第二个构图 就是传说中的X构图 你看到我身后的这个巨大物体 你打开你的天眼 想象它是一个X 你的人呢 就要在它的中心点下面吧 那如果你没有忙的话呢 你一定看到大马路中间 有个好像offright这样的box 你最好呢 就是你X的点 和它的领角 可以形成一条线吧 在你整个构图的alignment呢 就很perfect了的嘛 那技能gag了没有 gag了的话 现在我们再test一下咯 那在这个凌乱的空间 首先我们最主要就是找一根 巨大的物体 然后找出它的X 那构图对了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东西就是 打开OPPO的这个夜景模式 随便咔嚓咔嚓咔嚓 吹呦 Reno的超清夜景2.0 夜拍逆光更清晰吧 所以说啦 拍夜景哦 一个好的相机是非常的重要的吧 它可以让你整个照片呢 看起来很rich 好像很有故事这样的吧 但是你要懂 很有故事 很有事的照片呢 是一线之差来的吧 如果你和我一样 喜欢班尤克去拍摄影照的话呢 你可以去找这些很地道的人事物 来做一个close over的吧 就比如说人家去泰国 就会跟他的嘟嘟拍照 所以来马来西亚 你可以下个bomba合照吧 由于我穿搭的颜色和背景有冲突 再加上环境的光线非常不理想 但是不用怕 你可以启动Reno这个超帅的 Sharking闪光灯吧 随便咔嚓咔嚓咔嚓 吹呦 这张照片的caption应该放 为了老婆 为了见你 我叫一个bomba because you are too hot to be taken baby 哇 这一看不料到的春心荡漾 结论是 A wise man one set 一张美的照片 不一定是在最完美的条件下 拍出来的 反正是努力拍下完美的瞬间吧 这也是丑逼大作战的真谛 我很喜欢把那些看似不起眼的东西 都融入在我的照片里面 因为它们往往呢 就会让你的照片大力惊喜的吧 拍完这一集过后 我觉得OPPO RENO 是背对角版 真的很可以吧 外形时尚 手感好 节拍丑词 更有味道吧 正所以只要有OPPO 再弄 都会变成pro吧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分享两次 看个吧 试看按赞上的微信吧 然后再来我的page follow 订阅我的youtube channel 记得打开小铃铛吧 我们下集见 拜拜 感谢观看